夏日毕业歌会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周深 也是up主周深,关注一下我,关注一下我 接下来周深最让人期待的就是6月16号的夏日毕业歌会 夏日毕业歌会会放出的周深的花絮 视频里面周深化身毕业狂魔,把谐音梗玩明白了 祝毕业生毕业快乐 到时候可以来个音 在夏日毕业歌会的采访中,周深被问再次回到学校想扮演什么角色 他毫不犹豫地说自己想做打饭工 因为遇到喜欢的人就多打点,不喜欢的人就手抖一点 这种做法看来是每个在大学里面的人都有过的 餐厅打饭工,看见关系好的给他多打一点 看见关系不好的手就多抖一点 哇,功报丝绸,这样不太好吧 不要提倡,但是我想 最后周深也是在采访中给了大家很多的信心 周深鼓励今年的毕业生 大家一定都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因为你们现在毕业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我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多的奇迹 因为你们是战士 大家一定都克服了很多很多的困难 所以我觉得说再多的彩虹的话没有用 因为他们现在毕业就是一个特别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他们即将去闯荡自己新的人生 去挑战自己不知道的事情 然后去拥抱自己属于自己的人生 我觉得这个事情 没有任何一届的人能够体会到你们的心情 我也相信你们一定可以创造非常非常多的奇迹 因为你们,你们是战士 勇敢的少女少女啊 快去创造奇迹 加油 毕业快乐 周深的这番话鼓励了不少的毕业生 这一届的毕业生几乎都是在疫情中度过的 顺利毕业真的了不起 周深每一次的采访发言都特别治愈 他的话激励了很多人 去年周深的毕业歌会还在耳边回响 马上在6月16号就要再次迎来周深的毕业歌会 期待周深再次给毕业生们快乐和鼓励 毕业前疯狂的最后一件事应该就是出道了 很疯狂 很开心 选一首歌吗 第一脑海中想的这首要 飞到的最高最远最辽阔 一夜就飞吧 每个人一定会去寝室一定会去食堂 钱必做的事情吗 那当然是好好读书啊 我这个表情一听就不是我心里的答案 谈恋爱又不好播很难做哎 嗯 一定一定一定要珍惜自己 读书的时候关系最好的朋友 因为我觉得 很多人好像都会有一些遗憾 无论是朋友还是很好的朋友 都懂 毕业歌会的舞台啊 很感人 很舒服 很好听就希望你能够打在弹幕上 打在公屏上 这是我非常非常想唱的一首歌 而且一直其实之前就一直在找一个适合的舞台去演唱它 对我觉得我很开心能够在夏日毕业歌会唱这首歌给大家听 是我非常非常想唱的一首歌哦 会让你开始去回忆你自己当时还没有毕业的时候 还有机会来回看一下现在毕业之后的生活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来到夏日毕业歌会 去找一找我们毕业之前的感觉 对我觉得因为是一个很美好的东西 就是我觉得更新这件事情没有比我做文歌王这件事情更重要 这一两年其实很多观众会说周深上综艺节目很多 其实他今年常驻的综艺就只有两个 一个是奔跑吧第十季 一个就是开始推理吧 之所以大家觉得周深的综艺多 也许就是他的综艺感强吧 表现出彩一下子存在感比较高 像之前的青春环游记周深和朗朗合作的歌曲 就硬生生的把个旅游综艺变成了一个大型天籁演唱会现场 这两人就是绝美合作 还有奔跑吧 一句清唱灯火里的奢香 瞬间听到起鸡皮疙瘩 就是开口脆 周深的综艺就是很有个人特色 他玩的很实在也很有存在感 在他身上看不到剧本的痕迹 就是很真实的反应 输就输 赢就赢 没有看到特别的人设 这样的反应很真实 而且关键是周深就是戏分组 就算你看不到他的镜头 但是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 群称让观众很有氛围感 这就是有效的上综艺吧 歌手不是演员 这一年周深已经演唱了 《传家》《与君初相识》等多部电视剧的主题曲 上综艺反而是增加了他的亲和力 周深每一首歌曲都能让人上瘾 这就是周深的魅力 他总是那么精力充沛 将最好的舞台展示给观众 有周深的加持 注定这场毕业歌会是精彩的 6月16号晚7点 相约小破绽 让我们和周深一起迎接毕业 来一场音乐之旅吧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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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